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主某天在吃辣条的时候呛着 她炙烈地咳嗽 咳着咳着 她就穿越 女主穿越后成为了一个皇后 在两千多平方米的床上醒来后 床延在哪儿 她想第一时间找到 跟自己一起穿越的室友 她跑到了城楼上 对楼下的子民喊道 如果你们能够对出我这一次的夏脸 我就赢你们入宫 就有想不尽的龙花后队 底下的吃瓜群众问道 皇后 尚无言是什么 只见女主细臣丹田 吼道 极扁 欧扁 可以 一条过 一条过 女主穿越之后 感觉到蕴藏在体内无穷的力量 她站在百花阁顶 好像怒吼了一声 为什么我是哑巴 啊 啊 啊 女主穿越到了一个绝世美人的身上 她看着镜中这个陌生又美丽的女人 性眼水润 顾叹流稀 一双绝美的眼睛下 是一段凝如仰指的优美魔梗 她就这样 在自己的美貌中 缓缓窒息 然后 没了声息 太好了 她就知道了 她的年纪 她的年纪 与唐 购带 我 谢谢大家